尽管今年夏天好莱坞地区发生多起骇人听闻的刺杀与抢劫案件 造成两人死亡、四人遭刺伤以及许多财务损失 不过洛市警局今天公布截至8月底的最新统计显示 2013年各项犯罪数字都比2012年同期来得低 要求民众对于洛市的治安一定要有信心 今年夏天洞见观瞻的好莱坞地区发生多起刺伤案件与结果抢夺案 让许多人对于洛市治安状况担忧 洛市今天公布截至8月底的犯罪统计报告 洛市警局局长查理贝克要大家放心 其实从统计数字来看 无论是暴力犯罪与财产犯罪的第一类犯罪 与去年同期相比都明显降低 尽管有人指整体犯罪率虽然降低 但落实7月凶杀案增加24% 贝克局长稍早也在接受访问时反驳 要求要以整个季节来看 有时夏天7月多一些8月少一点 有时7月少一点8月多一些 整体来说 洛市重大案件数的确有降低 洛市警局也以身为全美最安全大城市自豪